一張米櫃 一堆花 一片米櫃 一片花 我們臺灣的名額裡面 也有一家家的好久久 還有一隻 我想我們臺灣人的文明 雖然是受盡的壓迫 但是我們的意志 也像有幾千世所期待的回饋一樣 我們永遠在其頭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展現我們的信心 展現我們的希望 繼續這條歌是桑寶夫 剛才幾位來賓都有介紹過 桑寶夫是因為全身在1932年 就是二十九歲的時候發表 在臺灣發表 但是那個部份是沒有辦法完全發表 有一半是比雜金 第二年就是1934年的時候 他比較在日本 比較參加日本的評論比賽 這就是第二名 因為他沒有第一名 所以這個第二名 水鄉就是第一名 這個書籍可以說是我們臺灣人 那個時候用日本來接続第一名 去日本文化 日本的內地 日本本土參加日本 用日本跟日本人競爭比賽 我們當年人第一次來參謀 第一次在那個地方 來得到這個地位和成就 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 不但這樣 他的內容 就是苗霞的桑寶夫就是桑寶生 他受到老闆的發射 要怎麼來控制 那種非常有社會意識的秀書 這條歌的祝福者 李群先生 今天剛才有在這個地方 我們也是一樣 在要開始唱這條歌以前 我來請他同志各位 謝謝